大家享受收看MyRadio的節目嗎 其實MyRadio的營運 是有賴大家的鼎力支持的 請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的月費計劃 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記得交月費 大家可以以PayMe、PayPal、Patreon 轉數快 又或親民普羅政治學院交月費 多謝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 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請支持MyRadio 第三次,其實重點不在大飛的死亡事件 但趁著這個機會也要再提一提 很奇怪的,涉及到大飛的死亡事件 到今年2021年,仍然有疑點 這真是非常不幸 但他不跟金納迪家族 金納迪家族也表達了很多看法 近年,這不是當時,而是近年 但皇室對這件事三中其口 其中一件事是,在車禍,我們有一集說過 如果大家未聽過,可以回到那集 就是當時他們為何會發生這麼致命的交通意外 就是車上有甚麼人呢 車上有大飛和他的男朋友 還有Dody,還有司機 唯一一個沒有死的就是保鏢 但保鏢發生了甚麼事呢 保鏢是沒有戴安全帶的 這個阿紀圖,你編輯一下,但將來要記住 原來這些保鏢上車是不能戴安全帶的 我不知道原因是為何,但可能技術原因是他們 隨時要行動 可能要隨時行動,我這樣理解 如果有熟悉的人就告訴我 但最奇怪的是,反而他沒有死 但他到現在,他有出回憶 他到現在都說了一樣 他完全忘記了當時發生了甚麼事 即是車禍之前 其中一件事,到現在沒有解釋到 或是還有一個原案 就是車子很高速避避過救濟隊時 其實是撞了一架車 即是要避避一架車 這架車是一架叫快爾白色的UNO UNO可能是第一名的白色 現在香港不是很多意大利車 而快爾的車 這架車是經典,叫White Fiat Uno UNO應該是意大利語 原來是要閃避一架車 他一避避時,一發了便撞到那條柱 那條柱 但竟然,這架車的事後是沒有找到的 而這架司機,這架司機是越南人 即是說,他現在這樣說 他現在說,當時發覺警察找到他 但是叫他不要說這件事 又很奇怪的是 竟然這件事會這樣 而竟然這件事是到現在 拖了很久才知道這個人 是拿著白色快爾的那個人 現在他的樣子已經變了 現在他練健身 不知為何 還有他又說 英國方面 其實已經有警察 叫他去英國跟他們談 但是有部分的法國的官員 叫他不要去 還有他 他跟著油了車 而他當時的白色油漆 是跟戴安娜在車上撞到的 因為撞到的一些痕跡 是可以配合到的 在現場那裡,這架車是存在的 找到出來的 但這架車的事主 這個是車的司機 車的事主 是擁有的車的攝影師的事主 那個人都是Foto Journalist 就幾年之後自殺 情況也挺像 甘賴迪的預食案的情況 譬如證人 有些是找不到 接著不全身的中間 有些是自殺 三陷其口 三陷其口 不出聲 忘記了 令到大家覺得 這件事就像是此地無銀 所以我絕對覺得 其實這件事不一定是皇室的有參與 但一定是有 有些是被蓋住了 即是有些的秘密在後面 令到大家不可以 深層裏面有些機密的東西 由現在都 未完全很透明地說出來 他接受這個訪問 都是前兩年的事 即是越南這個CK 是越南裔 是越南裔 這個事件 這個訪問都是大約兩年前 這件事件是大約二十多年 仍然繼續爆發出來 最奇特的就是 一件事件 出了之後 那時候 這些應該在現場裏面 其實是 應該即時找到 基本上有的證據 甚至於當時 不是正式進入互聯網的年代 但是那幾年後 已經是互聯網的年代 其實很多東西 更加容易去推出 但都要搞很多年才有 才有甚麼 是呀 現在期日期間是這樣的 唐掌 科技越進步 你預料了 有這些科技去追責 一定很清楚 原來越來越隱蔽 你會知道有人肯定他可以掌握到這些資料 但那些資料不是一般的市民大眾 他可以知道這些資料 甚至你有心想去研究 可能在學校裏面 也有很多學生都會去研究 他都拿不到這些資料 是的 接下來 戴飛的 我相信 可能我們再加一段時間 再加多資料時 我們可以再重組一次 特别在哈利古王子 他建設清晰後 我們可以再重組一次 但這件事 現在說的就是安高仁 我們也說的是安德羅王子 英雷王有幾多個子女 大者就是Princh Charles 查理斯王子 理論上如果英雷王他嫁崩 或者順位 應該是他做皇帝 但不知為何 英雷王九十幾歲 今年九十四歲 他都說我看見他 我們不會這麼快退位 所以柴李王子 真的等到頸目牆 接著有安妮公主 接著有愛德華 安德羅 接著有拉仔就是Edward 其實後幾個都不是太正常 特別是安德羅 近年牽涉了一宗強姦案 我們之前提過的強姦案 是何時爆出來的 是因為有一個 傑恩 他在一個島上 他搞了一個秘密的基地 很多名人都坐過他安排的飛機 去那個島上 不知道那個島裡面發生什麼事 但傳說中有一些性虐待 或者一些戀童的問題 一些性交易的 一些性交易的 私人的會所 安德羅王子是其中一個 接受了款待的 在近年有一位女子 在他當年17歲時 被安德羅王子強姦了 這件事到現在是不了了之 很奇怪 因為美國聯邦調查局 是想盤問安德羅王子 但一直都找不到方法 Jeff Epstein那件事更離奇 因為他坐牢 在受審之前 他已經在監獄中自殺 我們相當懷疑他是不是真的自殺 Pizza Gate 他拍檔扯皮條的女性 Giseline Maxwell 現在是拘捕了 我們在幾個年前提及過 他在監獄中 每隔大一個小時 監獄會看一看 他是不是被人死了 所以他經常睡得很差 他隔了一個小時 看一看是否有事發生 到離奇的情況 就是這件事到現在 這位證人或他還有很多資料要爆 雖然他沒有死 但出庭是遲遲未見的 不知是甚麼原因 可能搜集資料或許多 即是沒有一個結果 即是未準備好 但那個進度的緩幻是令人驚奇 因為如果他一上來說 應該也有很多資料會爆 其中一個可以爆的就是 這個安德魯皇 究竟是否真的接受過 這些未成年少女性服務的款待 至於強加低 未必這位Maxwell會知道 但現在都有人出來繼續指證這件事 特別奇怪的地方 就是這個在MeToo的年代 在英國完全沒有任何的 好像美國那種質疑 即是覺得是一件很普通的新聞去做 不是沒有報 而是大家不會很樂力去做這件事 這個也證實了一樣東西 就是英國皇室控制英國傳媒的能力 認為是相當強的 要說是說甚麼呢 就是那宗強姦案 這宗強姦案發生了很久 就是2001年的3月10日 2001日是他現在20年 即是那位女士 那位當然十多十七歲的位 他現在都三十多歲 事發地點在哪裏呢 事發地點在英國倫敦 一間很著名的夜總會 叫TRAMP 即是劉文 這個夜總會 就很不堪地 我去英國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這間夜總會 如果不然我都要去逛逛 進去逛逛 其實就非我能力所及 我只是在門樓看看 你喝杯水都立即沒有你的雷費 不是 都不能進不去 因為這是私人會所 是私人會所 這個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所有的影星 和政客 和所謂的名人 都會去那裏 去那裏去玩 曾經有一段時間是怎樣 曾經試過的例子就是 在同一間房間裡 試過一次 三個尖時邦在這裏 就是上康納尼 佐處拉辛比 和羅詐摩亞都在這裏 哇 經典 這不是有意的 大家有巧合撞到的 這是他有說的 那這裏真的是上序 那也有很多的名人在這裏 這裏看到就是 譬如比拉斯拉 他結婚時在那裏結婚的 是 這個是很久的 跟著就是 美國的演員職勞交信 我不知道應該是美國演員會那裏 就在門口那裏 就無情情 射了一個路過的法國男人 嘴了一口 很多離奇事在這裏 為什麽跟今晚這裏有關呢 就是涉及到其中一件事 就是這個道迪 就是戴安娜的後來男朋友 他都落過這間吸環 根據那個主持人所說 當晚他就不斷走去搞一個 就是想追一個女性 這就是一件事 其實都亂龍 就是這些 發電走地 這些所謂的貴族 名流的故事 那個人就叫他 你不要搞這個女人 這位是女孩子 那是 那是嫂子來的 可能是 你說對了 不是 小丑女 可能是小丑女 他說不是嫂子 是你老爸搞這個女兒很多次 那就是不要搞 這就是裏面的日視 裏面也有很多 譬如現在看到這些名人 譬如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羅斯斯蒂威爾 這個可能是 如果我忘記了 就是當時的樂隊 很多名人都在這裏 那為何我會作為一個引致 說回那個 就是 俄特勒王子的那宗案 就是在這個新聞裏 他提到一樣 這個報道裏提到一樣東西 就是當時滾石樂隊 在這個Rolling Stones 就是以前的一個低音記者手 Bill Weiman 現在是帶了一個13歲的女兒來這裡 這個報道說 其實當時他提到 是有一個性關係在那裏面 而這個傳說 這個夜總圍裏面 有條秘密通道 會去到一間妓院裏面 所以當時 譬如這群人在那裏 或者這些人在那裏的時候 他們應該有一些性方面的 一些 甚至是狂歡 女性方面都是有的 其中一個是沙利麥年 他日視都不是太多汁 只不過是說他喜歡玩 就是怎樣呢 他去到這間Club 他都點了一個餐 這個餐是什麼呢 就是香腸加薯蓉 這個很普遍是英國的一個 就是這樣的 上食的那些東西 就是很低檔的 沙利麥年 點了這個餐之後 跟著他做些什麼呢 他就不是吃的 他就將香腸 跟著那些薯蓉 就做了一個好像男性楊具 一個人一個這樣的 玩東西 跟著就擠了那些 沙利醬 在香腸前面 證明那樣東西 本身就是性的狂歡 但女性就玩得比較 比較含蓄一點 男性就有很多行為 那裏有一些性的活動 安德羅王子 現在說出來 當晚他跟未成年少女 在那裏 就跳舞 跟著在Club 裏面 應該是做了一些性的行為 那個女性本身就有很多 很具體的一些的描述 譬如說他當時很大汗 他拿了一些酒給其他人喝 但黃色那裏就說 安德羅王子就不喝酒 就是從來不喝酒 因為他敏感 還有他不跳舞 紀圖你信黃色港 還是信這位女士港 我當然是信 女士第一 換言之 其實他的嫌疑 一度都未清 就說拍了一些照片 其實那些照片是偽造的 就是拍到這個 跟這些女士一起的照片 是偽造的 我覺得這裏去到這裏 都拍真離譜 簡單來說 基本上就去掩飾整件事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不是說那個所謂強姦案本身 而是由那個滾石樂隊 那個丹吉亞手 他帶一個13歲的兒童進來 他去做了這些事 這個亦都是我們一直在說的疑問 就是究竟在英國或美國 即是荷里活 或者政界裏面 那些人物 他們有沒有一些戀童的傾向 而戀童的傾向 是純粹為了一個情緒的發洩 還是還是一種宗教的儀式 甚至是如果你不是這樣做的話 你不會成名 那這個就是一種 即是現在所謂的都市傳說 甚至是牽涉到近年 即是我們之前幾集 前幾個月提供的QAnon 這個疑問 就是所謂的QAnon 就是在網上有些傳言 就是這些人物 又不斷有些所謂的兒童販賣的過程 亦都有一個兒童色情的勾當 但就不是純粹說 那是一個強姦的問題 他這間出品的 這間區立部 是不是之前是Tom Harder 有拍一部電影 說兩兄弟經營的那間 這個應該不是的 Tom Harder 兩兄弟是黑社會 他們有很多的Club 但就沒有這間這麼高檔 因為這個高檔的意思是 就是他裡面可以玩得很瘋的 但就不是給一些便宜人去玩 舉個例子 剛才是紀錄 我去鄰倫的時候 如果我去的話 我一定進不去 在門口已經有人封叫住 而且在裡面 即使有很多很尊貴的人物 都不敢在裡面發揮 譬如說他們帶了很多保鑣去 但這些保鑣都在裡面 不會亂來的 我不知道那個東主本身 把炮有多高 但如果你看到 他不是叫做一個很著名的人物 但很奇怪 這個Club 到現在 其實還是在英國是第一線的 就不是剛才你說的 那兩兄弟 黑社會 他們有很多Club 他們完全去不到這個水平 這個如果說的話 應該像是哥布拉的Cotton Club 美國的Cotton Club 但你不排除 剛才你說的 那兩兄弟 為何他們在英國會劇那麼輕鬆開 其實因為很多政客都去他們的Club 就讓他們掌握到一些秘密 這個亦跟我們現在說的一樣 有關就是說 譬如當時他們去玩 他們可以做出一些 平時在傳媒裡 你不會看到他們做到的事情 甚至一些違法的事情 譬如吸毒 但為何到現在都是沒事呢 可能其中一個解釋就是 因為他接毒的人都是非負則貴 沒有人敢動他 這些傳聞譬如牽涉到一些高級的會所 你會發覺常常會有 我想你就知道 你自己也知道有這些假暴 譬如那時候上北京 有一間 天常人間 不用什麼關鍵就收拾了 連老闆都死了 是嗎?死了嗎? 那件事又是神秘知識的 如果是九十年代上去上面派 沒有人不認識那件事 每天都去 都覺得那是一個頭座 你先提醒一下 他有叫四大花灰 其中一個是很吃得開的 沒有人會搞他 因為他懂得肚子 但後來都是離奇死亡 即是是妓女 但又是很有名的 但又突然離奇死亡 他牽涉到 例如黃室裏面的重要人物 都在這裏發生這些事 其實往往變成一個 很多人都會在追查的一個素材 沒有的 但這些事全部都是說就算了 不會像剛才我們說的那麼嚴肅 我們從這個追查局的例子 例如他們這些戀童 是否是一種宗教儀式 是沒有人敢查的 而且可以坦白說 其實現在Youtube和Google 都封殺了這些東西 即是你一看到就告訴你 這些東西是陰謀論 這些東西是偽造 這些東西是甚麼 你不會看到有人說這些東西是真的 他一抓到這個字眼 有你無你都立即丟走你 是的 不讓你在這裡散播到一些這樣的線索 我們很幸運 因為我們講廣東話 裡面在一個節目裡面 不是用文字寫 沒有英文的情況 審查的情況那麼嚴重 我們就比較可以 可以松容一點去說這件事 當然有很多人就說 你講完這些都是多餘 你又是道正圖書 又是甚麼 但不要緊的 起碼你會知道有這樣的案件 這些案件到現在懸疑不決 到現在就是 你有你說他有他說 亦都沒有進展 就是你知道就行了 是的 因為我們的所有希望 能夠讓人聽到的那些覆蓋面 不用那麼多 不過應該是有傳聞 其實你可以找到 大家都是姑莫聞知 姑莫聽知姑莫聞知 但最重要的是 說這麼多 其實這些東西都不是神秘之夜的材料 神秘之夜的材料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一邊說的東西 就是英國皇室是不是適應人 你剛才說給我聽 都是說這幾個節 你就是叫我找些資料 那你說吧 接下來回來的那一節 好的 我們現在回來的第四節 聯絡 有機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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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а 在旁邊 可 有機靈 他 有機靈 你要 感谢观看